哈喽大家好,我是蕾蕾,欢迎来Lay Simple Life小生活 万圣节来了,你是不是准备了不少南瓜呢? 今天咱们来做一道好吃到犯规的南瓜红薯栗子 奶酪蛋糕 奶酪蛋糕底,我承认黄油饼干更香 但是每次把很多黄油倒进很多黄油里 我会满满的羞愧感 其实它的膏体味道已经很丰富了 膏底选用苏打饼干未尝不可 五六块苏打饼干,打碎 放入30克融化的黄油,把黄油搓进去 均匀铺在模具的底部 放冰箱冷藏固定30分钟 绿皮小南瓜,口感更绵密香甜 但其他南瓜行吗?其实都行 150克去皮南瓜,用耐热的保鲜膜包好 同样的动作准备150克红薯 150克南瓜,150克红薯,三汤匙低筋面粉 把所有材料准备好,我们还需要 150克奶油奶酪 50克红糖,一颗鸡蛋,30毫升牛奶,20克黄油和十多个栗子 红薯和南瓜放到微波炉里,高火打两分钟 翻面再打两分钟,小心别烫着 使用微波炉的时候,避免把食材放到正中间 正中间不容易受热 熟透的南瓜非常容易弄碎 我们要这样细腻的糊状 红薯切成大块,放凉备用 块的大小随心情而定 大块真的很漂亮,也很好吃 最关键的一步 成败在于你是否乖乖的把它们均匀混合了 怎么个均匀法呢 你看,150克奶油奶酪,红糖 搅拌至完全混合 按我的顺序放下面的食材 每放一个食材都要和前一个糊糊进行充分的混合 放入南瓜充分的混合 放入鸡蛋充分混合 放入牛奶充分混合 放入牛奶充分混合 融化黄油充分混合 三汤匙,低筋面粉 过筛 充分混合至完全没有干粉 如果搅拌这一步你做的好 蛋糕就成功99%了 组装 把饼干底从冰箱里取出来 一半的红薯和栗子均匀摆在底部 倒入一半的面糊 稍稍铺平以后 把剩下的红薯和栗子均匀铺平 再把剩下的面糊全部倒入 轻轻地抖动几下它就平了 最后把任意的干果放进去 我放了20克榛子和20克核桃 烤箱预热到170摄氏度 预热好以后烤40-50分钟 一般的奶酪蛋糕是冷的好吃 这款呢其实冷热皆宜 我一般是蛋糕刚烤好就忍不住了 热吃一半冷吃一半 如果你可以忍的话 不要脱模 密封放进冰箱里冷藏5个小时以上 冷藏后脱模更容易 切口也会更平整 奶酪蛋糕最基本分类可以分为冷冻型和烘焙型 今天这款属于烘焙型 其实万物皆可奶酪蛋糕 掌握好奶酪和面粉的基本比例以后 各种水果干果你可以尽情发挥 能创作出什么样的口味 就看你对食材搭配的体会了 也许知道 小南瓜烘烤以后会有栗子的香味 栗子和南瓜本来就是天生一对 法师料理中的栗子南瓜汤 家家乎乎餐桌上都有 另外名厨实则清美 大胆将大块红薯和板栗配合 也是举世闻名了 红薯南瓜奶酪蛋糕听起来就很健康 这样般配的几种食材 让我对奶酪蛋糕有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好感 这个秋天这样用南瓜搭配你的万圣节你会喜欢吗 我是莱莱祝你万圣节快乐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但是我先在做小的安水 咱们下期再见